接下來也是一個媽媽錦麗老師 我跟你講 你已經幫她的願望達成了 我覺得造型來講百分之百了 Blackpink 你看 Blackpink 真的是Black 真的 像可以秀一段 誰啊 認不出來 真的 很殺喔 非常有態度的一個穿搭 Blackpink 不要講話好了 不要講話 而且穿上這一套之後 真的就神話了 其實整套的穿搭 就是這一個品牌 它善用的一個解構的方式 在這件西裝外套上面 而且這件西裝外套 大家可以仔細看 它是有一點球狀的 球型的 包括它袖子的這一個部分 它也是做了 有一點點 像蓬袖 但是有一點點宮廷袖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然後整個是非常大的一個 Oversize 寬很大 就算是底下的那雙鞋子 它也是Oversize的長靴 也是那種超級蓬的 但是我們在中段的部分 其實是一條裙子 很簡單的一個A字裙 但是其實你在穿搭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這個銅 靴子的銅 整個是藏在裙子裡面 其實都OK的 如果現在要穿黑色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就是透肌感 像我們今天 因為要幫宇文姐 就是創造的 就是可能在胸的這個部分 或腰的這個部分 然後露出一點點 然後還有腿 一點點的那種 透膚這樣子的一個視覺感 然後呈現出比較酷的 這樣子一個穿搭的方式 另外就是還是要有一點點高級感 所以我把那個頭髮 是有一點像 油頭往後梳 戴上一個大黑墨鏡 然後人家看不到你的眼神 就是整體很酷的感覺 沙 戴起來很沙 但是我覺得 你變適合你 你講什麼 不是 因為你現在整套 必須要戴起來才有 整體照片 其實也不用 戴起來當然氣勢很足 但是我覺得今天有裝 甚至我有把它的眼線 稍微拉長一點點 其實拿下眼鏡其實也是OK的 也是很酷的 有啦 臉要臭一點 對 就是要有一點點就是 不會那麼臭臉 安靜就OK 好沙喔 我剛才被殺到了 感覺可以換個土色唇膏 應該也不錯 對啊 也是OK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 因為全黑的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點綴的飾品 比方說他胸前的那一把鑰匙 就是好像要開啟一些 就是 對 開啟一些連結 我就在等有心人來開啟我的心鎖了 哇 然後搭配了一個小小的 迷你尺寸這樣子一個小包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在全黑的一種 穿搭的方式 有時候你可以用跳色 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的包包 放上去 其實都是可以跟黑色去做搭配的 今年也有很多就是像這樣子 有一點點老花 Morrogon這樣子的一個包款 這個就是會比較低調一點點 但是也是有個性 因為它這個包包就是有一點點 線條 梯形的這種感覺 另外的一套就是 我覺得每一套都可以裂品 對耶 另外一套的話就是運用像這樣子 今年很流行的這種 短板 短板 但是如果你裡面沒有內搭就會 下 所以你可以裡面內搭這種 蕾絲的 這種小背心在裡面 然後露出來的是蕾絲的下半斷 蕾絲邊 對 這樣好看 蕾絲邊 就運動下面有一點性感 對 可是我底下又幫你搭了一個 有一點點中性的五分皮褲 對 可是這時候 如果你在穿搭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再搭一雙像這樣 從來沒買過這種 然後漁膚帽很潮流 甚至是你還可以拿一個 我也覺得很性感 怎麼會想到好看 像這個包好了 好好看 這樣子的包 做整體的搭配就很時髦 雖然是全黑的 可是透過了一些材質 比方說是皮革 獅子跟蕾絲跟T恤 棉皮 跟這個尼龍 其實黑色就會有很多的層次感 了解 這樣很像韓星的機場製造 有 機場時尚 對 然後再來的話我覺得 像這一件 它是一件連身褲 對 可是它的心機 其實它是 那個手臂露出來的 而且它後面是美背的設計 它可以單穿 而且很性感 可是有時候你在穿搭的時候 如果你要讓它變得 比較有個性的話 剛才有講到的 你就可以用一些 異材質的拼接 比方說這是皮革的一片裙 你可以這樣子包在外面 好多 對 這樣就會覺得很像是那種 素麗的穿搭 就是有搭配過 想過的一個穿搭的方式 黑色就有滿多的變化 今年的話 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 黑色的套裝 對 像這樣短的 這也是BLACK PINK 對 如果你要再更性感的話 我覺得可以搭像這樣子的 它是有一點點那種 它內褲呢 它會透 你可以搭 它還有一層 你可以搭像這樣子的用褲 老師 這不是你自己的用褲嗎 這不是我的 我沒有這種的 帶來現場 對 但是你可以這樣穿 然後露出褲頭 然後再搭西裝 然後再加刀登鞋 所以就是90復苦 就要這樣子穿 對 這樣就會很好看 很時髦 露褲頭 內褲頭 對 你90年代是有這樣穿嗎 我露褲了 對 欣貝姐走很久 我覺得女生其實今年 也很流行工裝 還有搭像這種短板的 可是你在整體的穿搭上面 可能會覺得 太黑了 太暗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搭一些 水鑽 很棒 對 水鑽小棒 這個很棒 對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 有一點相當項鍊的 感覺的搭配 然後再拿一個 黑色其實一點也不無聊 它還有 除了水鑽之外 它還有亮片的 亮片 對 整體的搭配 如果你覺得這種工裝褲 比較Man的情況之下 甚至是你可以搭 這個 把褲 對 放上去 它這種混搭感 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這些單品 混在一起 它就會變得很時髦 很潮流 然後這個是介紹給宇文的部分 謝謝 真的是讓人大開眼界 真的是同一個人嗎 什麼叫做姐的時尚態度 在宇文姐姐身上完美詮釋